今届维港渡海泳在起点实施新的措施 有泳手认为改善了秩序 而国际组冠军分别由美国和荷兰泳手奪得 又用一副报道 塞士在里园门三家村出发 遗免有人偷步 泳手今年要先经过一条30米,5米的浮桥落水 再由向新设计的L型起步驱出发 特首梁振英为第一批竞赛组泳手名枪 大会根据不同的组别分三批出发 有泳手指头两批竞赛组其实有細分七个小组 这方面不改,起点一样逼 这批竞赛组每年出发都涌在一起,是不对的 每次都打架的,没有意义的 其实你分得到年龄组别,每个组别都是100人 你就应该五分钟出100人,五分钟出100人 不是全部都在一起 这是大家泳手的一致意见 今届参赛名额增加到3000个 齐齐有虚则如冲公园,全程大约15米 每位泳手都要穿上附有电子晶片的脚带 方便统计落水和上水的人数 2400个幽油组泳手还要穿上安全浮沫 就算港队奥运代表也不例外 都由杜海泳有此新体验 在香港网球公开赛方面,人称丹麦甜心的和斯尼亚棋 在女单决赛栽下一城 以2比1击败马拉丹路域 赢得自己第25个WTA锦标 世界排名将重返前20位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都有到场颁奖 和斯尼亚棋去到决赛盘 拉开5比0之下再赢6比2 以盘数2比1 首次在香港赢出重迴赛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有份颁奖 见证她亲民长辈 因为患病而要坐轮椅 不代表人生从此没有希望 让我们一起看看是香港 有一个人用轮椅转出另一个人生的故事 由曾晓婷播出 舞台上光芒四射的Olivia 曾经经历人生低谷 在1992年发现了有个女封心监制员 不小心跌倒 就变成我走不了 我病了,我坐轮椅 家人不离开 没有朋友,只剩下我自己的 我是否做错了 直到有个乙公上来探我 不如你出去试一下兴趣班 那时我就开始乘搭出门口 接着就在这里 1、2、3、4、5、6、7、8 足不出户整整六年 不单只遇上义工 更加遇上现在的跳舞伴侣Philip 令之后的人生改写 3、4、5、6、7、8 现在我们跳的舞伴侣是快点舞 一个星期七天 七年终八天就要 我一种疲累也挺开心 轮椅就是我们的 我跳出来就根本是…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站在那儿跳 舞蹈不单只让Olivia跳出过去 走出社区 近年她更将对舞蹈的热爱 带上舞台 积极参与不同的演出 其实是上天拿了你的东西 但问题又给回很多东西 由明天起本台将会推出晨早新闻 时间是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朝六点到八点 我们会为湾区的观众 带来最新的天气和交通消息 还有本地和国际新闻 明天起起床记得开电视 在新闻结束前 带大家去澳洲墨尔本看一个展览 我们下星期日再见 我们下星期日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